这处位在七独百福公园里面 百福黎明活动中心旁边的大片草地 就是传出市政府极有可能 规划为全市第二座宠物公园的地点 不过这项消息也引起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的关心 张耿辉认为全市列馆的两个大公园 只有中正公园跟百福公园 而基隆市迈入超高龄化社会时 老年人口只会越来越多 虽然关心毛小孩也很重要 但是在百福公园里面 应该利用这块草地 来规划更多老年人休闲油气的设施会更好 走向我们长者化 尤其基隆市的长者化是 全台湾省数一数二名 那未来的话是不是 我也跟顶超我们的林处长 跟我们杜花处的谢江文 谢处长请他们好好的研究 要多多往我们走向老人化的 那些生活那些修气的 你另外三代宏堂的供气等等 因为我们公园已经不多了 只有列馆的大公园只有两个 一个中正公园跟百福公园 那百福公园的话 你不好好的规划的话 那没有规划那些老人休息等等的话 公园不是很大 你又到处给他一些规划的话 那市民他看在眼底 市政府产业发展处长林鼎超回应表示 市府一定会听取地方相关意见后再做决策 其实我们不管在做任何的建设以前 包含这个宠物公园或是其他公园的一些设施 我们一定会听取相关地方的意见之后 我们才会再做决定 对那也跟一座报告 就是我们一定会听取这个地方的声音之后 我们才会来做一些决策 而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邀请市政府主管单位 产发处长林鼎超 及科长蔡富宁和洪炎良 和大牛酬山河居盛德农场 金明昌农场文良农场等代表 以及身兼马林休闲农业园区 前后任两位在地里长 马西里长陈美云 有一里长萧雪 在七堵方域农场开会讨论 如何挹注更多经费 提升七堵休闲农业园区的发展 我们基隆市的休闲农业 是需要发展小而美的观光休闲 那这个应软体的话 牵扯到现在的话 经费中央的补助也不多 加上我们市政府又经费的排挤下 然后以致我们在整个基隆市 是一个多山的一个城市 往往的话 山坡地占百分之九十七 它的维修应软体的话 这个更需要经费来维修来驿注 那很可惜的话 它今年度的话只有一千万 那对于我们基隆市的话 发展观光休闲的话 很多要考量的显微不足 那至于刚刚一周有提到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休闲农区的这些 呃 经费的不足也好 或者是设备的不足也好 那刚刚也跟好多的这个业者有些交换一些意见 那这些宝贵的意见我们都会带回去府内 然后我们会跟相关单位一起来探讨 然后也跟市长一起来研究 看能不能在未来的不管是追加减预算 或是年度预算 我们可以编更多的预算 来让这个休闲农业区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基隆的好山海和好水 市议员张耿辉也和即将接任马林休闲农业园区理事长的 友谊里长萧雪 以及大牛愁山河居休闲农员代表一起行销 最新开发的树莓鲜果饮和树莓爱玉动饮 两种非常好喝的饮品 欢迎民众踊跃订购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购